今天我們要教您如何使用Design Mark II 裡的螺盤功能 首先按右上角的 Start 鍵進入潛水模式 點選單一氣體 在這裡您可以看到一些數據 一旦您確定設定好各項數據後 畫面上方也呈現綠色 表示 GPS 一定未完成 再點選右上角的確認鍵 進入潛水模式的畫面 當深度感測器感測1.2公尺時自動開始記錄活動 請拍兩下表面即可換頁 您將會看到螺盤畫面 請將畫面上的箭頭對準您要前往的方向 按下右上角確認鍵 後面會顯示您現在面向的方向以及與前往的方向之間的差異 現在您已完成螺盤設定的步驟了 綠色標記和紅色標記相差180度 當您要返航時 只要跟著紅色標記 就可以返回到您當初設定的方位航向 所以不管是在岸前或是您在岸邊要上船的船前 都可以在下潛或出海前設定好方位 讓您安心的返航 裏續更多設定或使用上的幫助 可以到 support.gorman.com 的 Mark II 頁面